今年 中国女拼的00后 小将钱天一的表现是突飞猛进的 拿到今年首战赛事德班挑战赛的单打冠军后 又在果阿球星挑战赛上战胜了印度名将巴特拉 之后在顶尖赛事 新加坡大满冠赛上 钱天一又迎来职业生涯的重大突破 大满冠赛上连胜陈思雨 伊藤美成 袁佳南等外携名将 打进决赛后 钱天一收获了女单亚军 钱天一作为一位女拼主力外围的球员 虽说钱天一的打法富有技巧型 但打法的各方面上都是不太突出 也让钱天一再一直难以受到重用 而在今年的钱天一拿了挑战赛的冠军和大满冠赛的亚军 这样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 这也让国拼教练组再次看中了钱天一 今年的钱天一的技术上也有了明显的综合提升 在正手实力加强的同时 因为换了新的教练徐辉 曾是一位纸板球员 所以钱天一在前三板技术又提高了一个层次 加上自身的相持能力本来就是很出色 所以钱天一在今年的突破并不是偶然的 看到女拼又一位00后 球员有这样优秀的表现 国拼教练组一定也是非常的欣慰 如果钱天一能够延续这样优秀的表现下去 那将来一定会再次受到国拼教练组的重用 一个新加坡大满冠赛的女代亚军相信也不是钱天一的终点 但这次是拼赛 直通赛的第二战上 钱天一虽然是赢了目前的所有比赛 但是仔细看比赛 钱天一的状态还是有所下滑了 这次直通赛的钱天一目前打了两场单打赛 第一场是小组赛第一轮与何卓家的比赛 钱天一是直落三局以3比0的大比分倾取了何卓家 何卓家是顶尖的颗粒打法的球员 即便是外协会最有实力的伊藤美成 和何卓家交手五次也是没赢过一次 钱天一能够在直通赛的第一场比赛 3比0的比分战胜何卓家 也说明钱天一是延续了在新加坡大满冠赛上高昂的状态 也彰显了钱天一今年在技术上有了重大的改进 能够3比0战胜何卓家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但在直通赛上第二场比赛 钱天一的状态还是有所下滑了 直通赛小组赛的第二轮和同事00后的郭宇涵的比赛 钱天一在先输一局的不利情况下 之后连班三局以3比1的大比分战胜了郭宇涵 3比1的比分看似轻松 但后面三局比分都很接近 钱天一这场比赛其实赢得并不轻松 能够以3比0的比分轻松战胜何卓家这样的接近超一流的选手 对于郭宇涵这样的比赛经验 稀少的小将应该也是以3比0的比分取胜的 可见钱天一的状态还是有所下滑了 任何一位有实力的球员状态上尤其有服饰场里 但对现在的钱天一来说是不行的 钱天一今年能够取得大满贯赛 女单亚军这样的突破对钱天一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特别是现在女平五大主力都能独当一面的形势下 主力外围的球员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钱天一还是要尽快调整自己的状态 才能让国拼教练组一直重要自己 争取在今后迎来自己更大的突破 钱天一作为国拼的佼佼者 在过去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但在新乡冠军赛的分组中却未获得重用 这让球迷们倍感惋惜 新乡冠军赛的冠军将会获得德巴恩士拼赛的 直接参赛名额 因此对于球员们来说影响更大 而钱天一的排名与王毅迪相差不大 而在实力方面 王毅迪则有一定优势 最近的两战比赛中 钱天一在新加坡大满冠赛上获得女单亚军 而王毅迪则在果阿球星挑战赛上夺得女单冠军 两人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 然而在女拼分组中 除了孙颖莎之外 其他几名主力球员分布在不同的小组中 这也暗示了钱天一在本次直通赛中 可能会遭遇到一定的挑战 此外 王毅迪是国拼的四号主力 他会全力以赴争取一个试拼赛名额 与钱天一相比 王毅迪在整体实力上更胜一筹 因此 这样的分组 似乎已经提前宣告了钱天一将会无缘试拼赛 在之后的国拼女队教练组的统筹中 钱天一也更难获得一个参赛名额 虽然钱天一在新乡冠军赛中可能会遭遇到困难 但是他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作为一名佼佼者 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中流砥柱 他的实力也不会轻易被打压 虽然钱天一目前的境遇不太乐观 但他的能力却不容小觑 钱天一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 拥有优秀的技术和经验 他在国际赛场上多次获得过奖牌 是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主力选手之一 此前 他在2019年的世界杯上 打出了出色的表现 夺得了女单亚军 虽然他在最近的比赛中表现一般 但这并不代表他的能力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 钱天一需要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争取在直通赛中打出好的成绩 同时 他也需要更加积极地与教练组沟通 寻求支持和帮助 让自己的实力得到更好的发挥 与此同时 王亦迪也需要保持良好的状态 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直通赛中 他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需要全力以赴 才能获得直接参赛名额 对于王亦迪和钱天一来说 这次直通赛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他们需要在比赛中尽力发挥 争取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队赢得荣誉 总之 尽管钱天一在国平女队中的地位 目前不太稳固 但他的实力依然很强 他需要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争取在直通赛中打出好的成绩 与此同时 王亦迪也需要继续保持良好的状态 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以便在直通赛中获得好成绩 希望两位运动员都能在比赛中全力以赴 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队赢得荣誉 另外一轮是梁敬坤 钱天一 齐飞和曹薇 梁敬坤在昨日的男子单打中惨败 在小组赛中落败 想要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梁敬坤和钱天一打得很好 以11比6拿下了第一场的胜利 虽然这是他们第一次搭档 但钱天一毕竟是用左撇子 所以两个人的配合也很默契 钱天一的实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第二盘曹薇齐飞发起反击 以11比8赢回来 第三场比赛 梁敬坤出现了很多的错误 曹薇齐飞抓住机会 不断地引导着他 最终以11比6赢下了这一场比赛 2比1的大优势 刘恒是曹薇和齐飞的训练员 徐晖是梁敬坤和钱天一的训练员 而徐晖则是负责钱天一和王曼玉的训练员 第四盘 梁敬坤与钱天一在最后关头加大了单板品质 最终以11比5取胜 两堆大比分2比2打成平手 最后一场 梁敬坤和钱天一的实力都要更上一层楼 他们的比赛以11-8的成绩结束 以3比2的成绩拿下了两场比赛的胜利 比赛结束后 梁敬坤对钱天一的合作伙伴钱天一大家赞赏 夸奖他在对球的把握上表现得更加出色